咖啡流速太快 粉饼太湿 喝起来又酸又涩 没有油脂也能拉花 做咖啡的你肯定遇到过这些问题 咖啡标真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是接着上一期的奶泡 来继续讲讲浓缩咖啡的萃取 希望我尽可能的用通俗一种的方式 来让刚买到咖啡机的小伙伴 能够更容易的来上手制作 首先依然是关于我们用到的咖啡机的问题 那不同种类的咖啡机使用的参数方法 也都会有一些差异 那今天我们依然会从入门的咖啡机 一直讲到进阶以及发烧级别的咖啡机 那首先我把一式咖啡机制作的时候的几个点 抛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咖啡粉量根据我们粉碗的大小 我们来确定 那入门级呢通常是53毫米的粉碗 那我们就可以用到13到15克的咖啡粉 58毫米的粉碗呢 我们通常会用到16到18克的咖啡粉 那咖啡粉的粗细其实是不能用数据 或者是可视化的信息来传达的 只能通过我们咖啡的萃取的状态 来判断这个粗细是否是合适 萃取的时间呢通常在20到30秒之间 那萃取咖啡的量通常是我们用粉量的1.5到2倍之间这样的重量 那这4个参数呢是能够非常直接的影响到大家做出来的一杯浓缩咖啡的因素 那当然也有一些小的因素 那我会在进阶片再来说 那我会把这几个参数呢带入到我们自己平时用的咖啡机中来制作 那首先呢入门级的咖啡机它的手柄的粉碗啊通常是小尺寸的粉碗 那直径是53的 那这个尺寸呢双份的粉碗通常也就能放13到15克的咖啡粉 那另外入门级的咖啡机它要用它的研磨度的粗细啊 通常会比进阶级的或者是发烧级的咖啡机要适当的粗那么一丢丢 那如果啊太细也会导致这个咖啡它在粉碗里边啊 它是萃不出来的那萃取的时间呢可以在20到30秒之间啊 萃取咖啡的液体是你用到的粉重的1.5到2倍之间 那大约呢就是在25克如果你懒得称重 那也可以用一个盎司杯来参考毫升数 那40到60毫升之间也差不多 那对了说一个冷知识啊 毫升数和克重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萃取的浓缩咖啡它的上边是油脂泡沫 那它的体积比较大 所以说啊参考毫升数的话呢就要适当的多一些 你看就比如这个的话 它现在已经到了60毫升对吧 6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刻度线 但是它的重量是35.2克的重量 所以说小伙伴们就是重量和毫升数 它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它上边这是cream啊 这个油脂泡沫它是非常轻的 你看下边的液体呢它是比较重的 那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如果你在20秒到30秒之间萃出来的量很多 假如你萃了100毫升 那么这杯咖啡啊它就不太行 因为它的浓度太低了 你要把研磨的咖啡粉啊再调细一些 就能实现在20到30秒之间萃取40到60毫升 这样的一个参数 那你达到这个标准之后 那这杯浓缩咖啡在浓度上啊就刚刚好 另外如果你用的是直径58毫米的粉碗 也就是大的粉碗 通常呢这种是进阶型咖啡机 或者是商用咖啡机 它的一个粉碗的大小 那它的粉量呢就可以放到16到18克之间 制作出来的浓缩咖啡的浓度就会更高一些 可以看得出啊这个粉碗的尺寸 它萃取的流速以及状态啊它更加的舒缓 它浓缩的咖啡也更粘稠 另外有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咖啡出来的流速啊 它是滴滴答答的状态 那这种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抹粉太细了 或者是你用的粉量太多了 那可以通过调节这两个因素的其中的某一个 来达到一个舒缓的萃取节奏 那另外啊是一个我自己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自己经常会换不同的咖啡豆来喝 每次换咖啡豆刚开始啊 都不能找到一个非常准确的研磨的粗细度 那如果你换了咖啡豆啊 前面的几杯啊没有完全掌握精准的话 还有这么一个补救的方法 如果你这个流速非常快 那么就可以不用管萃取时间的长短 或者是萃取多少量了 就直接可以尝试着直接萃一满杯 做成一个长萃的longo 来补救这杯咖啡 你看像这个的话呢 它明显流速就太快了 直接长萃 萃到底 然后这个呢 你看我们就萃了70秒的这样的一个longo 这是我们的那个牛和牛品配 哇 就是很干净的这种酸甜感 是吧 好爽 就是很干净 啊 好辣 就是有点烫 因为是长萃的嘛对吧 但好喝是真的好喝 可以不是很苦吗 对啊 就能接受吗 那这种做法呢 仅限参考 因为它对咖啡豆的品质要求非常高 烘得太深 或者是生豆不好 可能喝起来啊 味道都不是特别好 就焦焦苦苦的 但是啊 这里我要给我们牛了个牛的拼配啊 植入一下 因为我自己试过 我们这个拼配的这个容错率 真的非常非常高 不管你用全自动咖啡机 或者是半自动咖啡机 入门的或者是发烧级的 你萃取20秒或者是四五十秒 出来的浓缩口感啊 都非常顺口 不苦 不焦 甚至还有点甜甜的丝滑感 这不是我在吹啊 因为我自己每天都在喝 我对它的了解的程度啊 是非常非常彻底的 OK 萃取的调节啊 通常是根据这杯咖啡的流速来判断的 太快 太慢 都可以根据调节粗细度 或者是粉量来调整 那刚上手咖啡机的新手玩家 肯定也要通过一段时间来造一些豆子 来练习才能慢慢的做出来一杯平衡的浓作咖啡 其实啊 影响萃取的还有很多细节的地方 我自己也是在每一天制作咖啡的过程中啊 就是慢慢的摸索 学习中收获到了这些经验和技巧 像这种太湿的这种粉饼 你看它敲出来之后呢 它是不完整的这种状态 这就说明它的萃取啊不均匀 这种的它去除掉creamer的这个咖啡 它喝起来会更干净 但是它是缺少了一些复杂的香气 随便满坏 看到吧 没有油脂依然可以满坏 那我也希望呢 大家也能够享受在咖啡制作中的一些乐趣 最后咖啡是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